今天一开始呢 先让大家来看一支影片 同时也要请这个赖老师呢 跟大家从影片当中来分析一些门道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美方所公布的一支视频 它是在这个美军北方司令部 跟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司令 9月30号所发布的一个消息 说在9月23号这一天呢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飞机 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有拦截俄国的军机 而且说是安全规范的拦截这个俄国军机 不过在过程当中 却有一架俄国的苏35战机 却进行了不安全不专业 可能危及到所有的人的动作 那么美国公布的这个影片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赶快先请导播 放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忽然就来了一架飞机了 这个应该是苏35战机 我们看到已经很接近前面的 俄国的军机了 很接近了 所以那个左边 那个小小的白白的 那个是俄国的一架军机 对 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战机 接近这架军机 这架军机应该是 很有可能是轰炸机 或者是侦察机 那当轰炸机又是侦察机 它本身的在空中 残斗的战斗力是比较弱的 它如果是轰炸机的话 那它基本上是对于空对海 或者空对地的一个打击能力 如果是侦察机的话 那它基本上来说 它是对于整个海域 或者空域 它本身的这个雷达 情报的征收 可是它自己的保护能力 是比较弱的 例如说它通常在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 它通常只能够打一些卸光弹 然后离开 所以它是需要由战斗机来去 护卫它的安全 可是当F-16战机在靠近它的时候 基本上就对于它构成威胁了 构成威胁 安全上的威胁 对那个俄国的军机 对俄国的军机构成安全 远远的那个军机是构成安全上的 已经构成威胁了 因为你看它的很明显的 它的飞行的方向是往 这一架俄国的这个大型的飞机所靠近 对 感觉它好像要阻拦它 对 要去了 所以你看现在突然间怎么离开了 其实就是它改变了它的飞行姿态 那为什么美国的F-16战机 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呢 是被苏35赶走的 对 那个苏35也飞得太近了 是从它的左后方飞过来 那么切过去 就有点像我们在超车一样 例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开车 开车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后面 左边有一辆车超过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会吓一跳 会摆动一下 可是你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你了不起你时速100 120 好 就算你跑150 那你也会一个很大的摇动 对 可是战斗机它有时候是在超高音速的 超音速的 超音速 那当它采用超音速的时候 那它所带动的整个气流是很大的 然后你这个战机当然就马上要改变方向 因为太危险了 那这一方面显示出 欧罗斯的苏35战机的飞行员的战斗技术 非常的高 因为你看 它很感觉是加速开过去 对 因为它过去以后 您看到它的 你看它的整个侧翼是翻转的 翻转以后呢它再旋转回来 所以它的飞行技术是很高的 那当然就把美国的F16战机赶走了 因为美国F16战机被破 就要改变一个方向飞 改变一个方向飞的时候 就跟原来的飞机就拉开距离了 它就不得靠近俄国那架军机了 它就必须要离远离远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说因为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是不专业不规范 因为它已经对于俄国的 这架军机构成威胁了 所以俄国的 它那个是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但是防空识别区俄国不承认啊 因为美国没有承认 第一个俄国本身没有化防空识别区 所以俄国本身不承认 任何一个国家所化设的防空识别区 那在联合国里面也没有规范 你有权利化受防空识别区 所以防空识别区基本上来讲 是个别国家自己化定的 那因此它并没有在国际法上 所被规范的 那通常是这样子 你化了我也化 那你承认了我我就承认你 可是你若不承认我的防空识别区 我也不会承认你防空识别区 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你化我不化 那我完全不承认你的防空识别区 这是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种是防空识别区 它有一个基本的要件 就是说你雷达能够看到哪里 你的战机能够升到哪里 你的防空识别区都化到哪里 基本上是这样 那由于俄罗斯是不承认 美国的防空识别区的化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美国你一天到晚讲 你有这个航行的自由 俄国就告诉你我也有航行的自由 所以你爱怎么飞你就怎么飞 所以我爱怎么飞我就怎么飞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当俄国的 例如说战略轰炸机 已经靠近阿拉斯加了 它基本上来讲 已经可以对美国的全境 或是进行了空对于地 或是空对海的完全打击 因为这是战略轰炸机的话 它已经对于美国的本土 构成一个直接的打击能力 那当然美国的战机就要上来 那美国理论上讲它没有权力去拦截 因为那是国际空域嘛 所以美军飞行员他们强调说 他们做出规避的动作 不是啦 是被赶走了 是被赶的 因为它不得步嘛 那是本能反应 它那个是军机是 等于那个气流也是带 气流嘛 把它转的 它不是它自己飞的 它是被气流转的 甩出去的 它的本能反应就必须要撤转了 你看没有 它整个撤转了 那这个就是因为 你看它一直在摇动 那个就是被整个气流转 把它摆动了 对 所以美国现在公布了影片 但是反而是不能看它的文字 表面上的叙述啦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是 俄国其实是真的是 非常的强悍啦 这个其实呢 就直接这样切过去 就像我们在开车 在路上的那个横切 横切过来呢 马上就把美军给甩出去了 这个军机呢就很明显 所以它必须要换了一个方向 好 但是事实上 像现在刚才 我们只看到是一架俄军 但是你看到的是 还有包括什么 中国 中俄 其实事实上 现在不仅仅是在联合的巡航 在海上还有在空中都有 像我们看到在太平洋 其实也都有 中俄的联合巡航了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 在阿拉斯加这边的联合行动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压力很大 但是好像俄国的领导人 普丁是没在怕 你别忘了 他其实现在还在面对的是 俄乌的这场战争 可是普丁现在好像是老神在在 那我们想美军可能一方面 他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他不仅仅是要面对的是 俄国来 还有就是之前也是中国来 现在可能是中俄加起来 一起来 那美国一方面要应付这个 但是普丁呢 他好像可以应付两边 或者甚至说好几边 一边有俄乌 一边有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一边还有太平洋 在海上在空中 好像都应付自如 真的是这样吗 而且普丁还甚至强调说 他现在要增加他的国防预算 25%之外 还要增兵13.3万人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您提到了 这是俄国展开的 2024年的联合军演 有400艘战舰 他做一个海上的检查 所以他对于从波罗的海 地中海 然后离海 一直到太平洋 到北太平洋 他进行了全面性的检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在亚洲这个部分里面 跟大陆进行了联合的演练 那联合演练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 这个就是您提到的 他在亚太地基进行联合巡逻 那是第一阶段演练 第二阶段演练 就是在于 美国的军机过去的那个阶段 那也就是21号一直到现在 第二阶段演练 所以美国的战机就在于 我们看到了就是在23号的时候 就从这个中国海峡 就进入了这个俄克斯克海 然后到巴林海峡 就到阿斯加了 那是中国有派出四艘战舰 俄罗斯也四艘 所以八艘战舰 然后配合空中的 所以要进行反潜 跟海上的一个作战 这是中俄越来越 在北太平洋这个地区里面 对美国跟日本 那么抵近他们来进行演练 这个是给美国跟日本 施调压力 因为过去都是美国跟日本 到俄国 或者到中国大陆 来进行军演 现在是中俄已经到美国 跟日本进行军演了 这是在亚洲这个部分 所以亚洲这个部分 就牵制住美国跟日本的战力 另外一部分里面在 欧洲这个部分 由于在俄乌的战争 看起来是越打越顺手了 所以看起来普丁的企图心 应该是更大一点了 如果这个折连斯基 不愿意见坏就收 做那个损害控管的话 停损 如果折连斯基不愿意的话 那很有可能 我们估计折连斯基 会失去更多的土地 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普丁他宣布 因为他已经签署政治的命令 那么征兵18万 到150万的现役军人 238万总共含文子人员 那现在可能 又要再征兵十几万 所以我们估计 他可能是对丁涅伯和 以东整片地区 他有兴趣了 这个也可能配合中东的局势 因为中东的局势 目前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 加沙地区不属以色列的 可是以色列现在已经开始 对于黎巴伦的南部 进行了一个战争 他说是有限的地面战 对 但是无论如何 黎巴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以色列去攻击的时候 美国还支持以色列 那这样的话 美国变成一个双重标准 美国基本上来讲 他变成是嘴巴讲说 叫以色列停战 但是实际上是叫以色列 也继续在黎巴伦的南部 进行战斗 甚至很有可能会打到 叙利亚都说不一定 那这样的情形下 以色列的理由是说 他要建立一个缓冲区 那不就跟这个普丁的理由 一模一样 他要建立一个缓冲区 那所以普丁就变成有正当性了 他在于乌东地区的战争 在整个世界间 在联合国 他就更具有正当性 美国攻击批评他的时候 他就会问说 那你说说以色列 对 他就有理由了 他有理由 那这个对于美国很不利 这个对于欧洲也很不利 因为他也会问欧洲 你们对于以色列侵略 里巴伦 跟攻打这个叙利亚 你们的意见怎么样 所以俄罗斯领导人普丁 他真的是非常聪明 他利用局势 他对他完全能够看准 现在目前的这个事态的发展 然后让自己站到 越来越有力的位置 是的 那当然之前曾经谈过 就说俄国 其实有他自己的资源跟条件 所以他除了能源 粮食 其实你离不开俄罗斯 那就算你要制裁 还有很多国家 他们还是需要俄罗斯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在经济没垮的前提之下 那他现在刚好 又看到是这个什么 以色列的行动 哇 结果呢 完全就让他 站到一个更加有力的位置 对 就因此呢 可以借此 看以色列 然后想办法 用这个理由去堵 美国的嘴 对 因为美国就很难 在国际间 在说服发展中的国家 例如说非洲 拉美亚洲说 你们应该站在我们这边 没有 然后来反对普丁 对乌克兰的侵略 那大家会问说 那以色列怎么解释啊 是啊是啊 以色列去占领 离南地区怎么解释啊 加沙地区怎么解释啊 那美国人就讲不出来了 那这样子情形下 美国的影响力 跟美国的这个国际信誉 就越来越低 所以美国本身就站不住脚 普丁就趁这个事 然后再扩大他的力量 对 好 这个以色列的问题 我们待会会来谈 不过呢 今天当然我们别忘了这个日子 10月1号 大陆在庆这个国庆日之余呢 我们看到呢 是神周十八 也从太空跟地面做连线 甚至还说 要揭秘他们养鱼的最新进度 那这个说真的 廖老师说实在这个 之前我们讲说太空可以种菜 现在说太空都可以养鱼 这个养鱼好重要 为什么 这段时间种菜 他们那个太空人 自己就吃自己种的菜 对不对 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你养鱼要干嘛呢 这个养鱼好重要啊 像北欧有一个国家 它就养了两万条左右 这个斑马鱼 它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去破解人类的癌症基 如果给它破解的话 这个是人类最大的副益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出 我们的癌症的一个基因在哪里 然后能够找出它的原因 然后改变它修改它 那我们以后就不用再受这个癌症之苦了 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斑马鱼呢 因为他们这一次展现出来 就是斑马鱼的养育情况 因为当然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 尤其是生物科学家 生命科学家跟医疗科学家 他当然很注意这个斑马鱼 在太空的成长情况 对 因为斑马鱼跟人类的基因 百分之七十是相同 这是很特殊的 百分之七十相同 第二个它的繁殖能力强 生命周期短 就是说因为它的活下来的时间很短 很短 所以它的繁殖能力一下子 就会长很多 所以它的成本很低 现在很多的科学家 都用斑马鱼来取代这个白老鼠 因为小白鼠它的成本比较高 而斑马鱼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它等于就是说 藉由这个来做医学的实验研究 这是医学的实验研究 然后是希望能够查出 癌症的这个基因的问题 对 因为斑马鱼有两个特点 它在幼鱼的时候 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给它加什么样的东西 它会呈现出来 例如说它的血管 因为它是有脊梁的 有集结的动物 那我是什么时候研究了这个鱼 我没有研究 我是因为要准备功课 要认真一点 要一直在谈这个太空养鱼 其实说真的 我是想要看这个新的画面 但是现在目前 因为央视这边 都没有什么连线的画面 对 因为它是10点钟才连线 它8点钟就跟太空人 已经在做准备了 因为8点的时候 太空人跟这个央视 已经在做各种测试了 声音 图像 传播 空地一体 这个大家都很想要知道 所以10点整的时候 那能够直接有连线 太空人也已经要庆祝 大陆的国庆 所以他们也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也想看看画面 因为很多观众也想看看 那个鱼的 来了 有了有了 他们也想看看鱼的进度 是是是 感觉他们很一百一眼的 一百一眼 认真站好 因为他是无重力 你怎么样能够熊就去 它会飘 要勾住 其实大家知道吗 这个神舟18号快要回地球了 就在月底 半年了 六个月就过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 就要换上神舟19号出任务 我就想说 为什么好像就是看起来 就是都能够 一批又一批 对 因为大陆的太空计划跟作业是 按部就班一步一脚印嘛 不会急就张 然后每一位 我觉得每个环节的螺丝钉 都是紧的 不像美国的每个环节的螺丝钉 都松掉了 你有一个小地方松掉 就出问题了吗 例如说我们今天讲在 注入这个燃料的时候 你的管线当时在打造的时候 不用心不上心 那可能就泄漏了 然后在注入的时候那个燃料 如果检查的时候没有上心 可能哪个环节有问题就漏了 那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不上心嘛 螺丝钉都松了 所以前段时间马斯克 不是龙飞船上去吗 那第一节很顺利啊 第二节脱落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状况 所以它的现在的那个龙飞船的 9号龙飞船就要被停止了嘛 所以要等把原因都检查完了 你看就是一天到晚会出包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不管是NASA这边的 或者是就连SpaceX的 都是如此 或是波音 那就是因为不上心 螺丝钉都松了 他们的整个制造业跟企业文化 工作文化已经松掉了 不敬业不专注 那中国大陆的太空事业是 就是上上下下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 我觉得他们都很敬业 那真的是中国人的精神 就是认真做好自己手上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之所以能成功 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认真地把自己手上事做好 这不简单 好 还没有听到 他在讲养鱼的事 不过倒是看到的就是 大陆的媒体主播 有跟他们在做连线三位太空人 强调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太空 这样的连线来欢庆 感到幸福 感到幸运 而且当然也是感觉到非常骄傲的 这也充分再一次的展现 就是中国人的成就 跟中国人的一个自信心 坦白讲其实很多地方 其实拿出来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确实这个美国 真的是越来越大不如前了 比方说这个登月福 其实那天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发布的那个登月福 很漂亮 但我其实也注意到的是 美国其实之前就有公布 他们的一个登月福 说是在2025年登月的时候 要拿来用的 拿来穿的 那那时候公布的时候 我注意到就是说 它是黑色的 你知道我们女生看起来 都是觉得很喜欢 那种显瘦的黑色 这真的看起来就是包覆的很紧 然后看起来呢 显得是穿上去就非常的苗条 因为他们也的确有讲 就是说会有女性的太空人 所以这样穿上去的话 会是蛮合适的 但事实上呢 他说真正功能需求的话 还是得穿白色的 对 然后呢 但是最近我才看到澳洲的媒体 他们有一个新闻 就提到说 做那个登月福的公司啊 好像叫Asiang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呢 竟然传出来说 他们内部有员工透露 说公司有陷入财务吃景 因为真的花了蛮多的钱 而且甚至还要打造私人的太空站 花了不少的钱 所以呢 这个之前还说 Prada要帮他们做太空服啊 甚至也都有发布一些新闻啊 但是事实上呢 看到他们有财务吃景的问题 哇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两相对照真不能比 因为中国已经把尸体做出来了 美国还是在纸上作业啊 纸上谈兵 因为不要忘了喔 这个太空服 首先你要做到的是安全 安全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功能需求最重要 因为太空人 他要面对极高温跟极低温 而且还有就是宇宙射线的这个 所以他的整个玻璃 他的视窗 他本身要保护太空人的 那个视觉的安全 对不对 所以他的整个防护罩也好 还有就是说他防止这种极强光 或是宇宙光来的时候 你对人的眼球的伤害 所以他很重要 另外一个你想想看 你的整个维生系统 当你登入月球了以后 那么当他高温的情形下 因为他跟我们的这个 在太空站里面离开 跟禁区是不一样的 他是要在月球上工作的 他要上月球的 他上月球你想想看 他要能够蹲 要能够站 要能够爬 要能够工作 所以他的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腰的环节 他基本上来讲 都是要能够流利工作使用 可是他又在月球上的话 你想想看 温度很高的时候 他要 里面的温度要恒温 外面温度很低的时候 他里面也要恒温 然后他的整个维生系统 都要保护太空人的 一切的安全 而且还要让他 有这种舒适感 他的材料是不一样 维生系统是不一样 然后今天你讲求美感 然后不好好的去把事情做好 怎么行呢 何况中国的太空服很有美感 它的流线型 每个颜色都使用得很漂亮 不是这一套 不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前两天所发布的 前两天所发布的 那是不一样的太空服 那是工作服 好 补充一下 Axam Space 这家公司的名称 因为刚才秦教官有点忘记 那他这个其实是一家 新创的公司 最近他在Houston的总部呢 说一直要解决的是一个 生存的困境 内部的文件指出 有七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前员工跟航太专家 说公司有业务挑战 现金短缺等等的问题 所以呢 导致大规模裁员 这个是有内部的消息传出 所以我刚才才说 确实是也遇到了很多的阻碍跟挑战 不过呢 我们很期待 在这个月底 即将又要再看到 神舟19号的发射了 但是呢 来 我们继续呢 要来谈一谈 大陆现在呢 是的确很多地方呢 展现出了自信 但是呢 对于股市的表现 能不能够也展现 十足的自信心 大陆的股民真的有信心吗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呢 是非常的忐忑 非常的不安 因为呢 看到大陆的股市涨涨涨 哇 十一长价前 出现了这么样的 拉长红的表现 有人把它形容是 史诗级的大涨 有人说 这个是牛逼的大涨 很多形容词啦 然后呢 这个但问题是 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 你知道因为大陆股民说 我不想放假 哇 难得看到能够这样涨的话 都不想放假了 但是偏偏还是要放假 所以大家就在问嘛 这个A股现在进入到 所谓武则天守寡的阶段 为什么 因为失去领智 领智嘛 我觉得实在是很有才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词 好 那但不管怎么说 其实呢 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那你怎么看 这一波的股市上涨的表现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创记录 有人把它整理出 创了新的九项记录 其中 9月30号 全天的成交量 在A股的部分 看到2.6万亿 这是创了历史新高 然后护身成交金额 能够在35分钟就破照 这也是前所未见 那当然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 大陆的官方媒体 也都有很多先后的 都发布了文章 并且呢都加以报导 这种创记录的走势 艾老师 是这样子 那个股民的心理忐忑不安 完全可以理解 当然 还有就是很多基金 证券的分析师 或是基金的投雇 他们的忐忑不安 也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在这段时间 特别是从美国的总统 特朗普 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然后一直到拜登 从贸易战发展到科技战 对中国无情的打压 而且美国揪团 揪他的盟国 用尽各种办法去压下 中国的企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贸易的发展 然后呢 还有就是也让 华尔街的这些基金经理人 他因为受限于政治的氛围 他们不太敢理性的理智的 把他的资金转移到中国大陆来 所以这些都是政治性的打压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内 其实经济的成长还是亮眼的 也就是当疫情期间 欧洲美国都是负成长 或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多的成长率 大陆都还是四到五的成长率 但是股市却都没有反应 股市偏低了 它是一个被低估的市场 股市都被偏低了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为什么大陆的股民会忐忑不安 因为有几次 大陆的股市又起来了 结果成没几天 又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它涨 涨了以后才买 买了以后就会套 就套 然后又下去 就一次 两次 三次以后 很多股民对于大陆的股市失去信心 因为本来就觉得低点了 风低买进 怎么涨了三千多 崩 被套牢了 又往下跌了 又隔了大概又隔了半年了 又起来了 又三千多 崩 又被套牢了 就这样几次以后 它没有信心了 所以有的人就讲 就是说它这个三天 平均它赚4.6万 平均赚4.6万 但是它的这个股市持股的成本 却是5万 意思就是说它还是没有解套 还是被套牢 还是套在那里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反复的几次以后 它的信心没有了 不过我对于这一次我的评估 我不太一样 我比它乐观 当然有很多人 您也知道 当争议越多的时候 我就越乐观 我记得我们这两天 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一片叫好的时候 我反而害怕了 当然 一头热 对 一头热 我觉得害怕了 一片叫好 同声 现在没有 现在不是 现在没有 争议很多 现在就是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有人拿出很多证据 说绝对保证不好 那你为什么乐观 第一个我觉得大陆 对于企业的整顿 也就是对于证件交易所的整顿 我觉得有成效了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大陆的股票 为什么大家没信心 因为太多的公司造假 您知道如果越不透明 越审计制度 审计会计制度越不好 的股市千万不要去玩 因为那个是造假的 有太多的企业都是造假 那大陆在整顿股市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从标本监制 先治本 先治本就是把那一些 造假的公司 该抓的抓 该撤的撤 而且法律该定的定 而且是用刑法来克责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先把股市的这盘水 先把它整理好 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 那例如说我们也看到了 有一个比较大的建设商 三年内还是不能入市 对不对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 现在对于造假 这个部分里面严打 我希望 而且也把很多 跟股市有关的负责人 都抓了抓 抓了好多好几个人 贪官无力都被抓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 好 那如果持之以恒 一直打严打严打严打 慢慢的建立股民 对于企业的信任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企业造假是 是罪该万事 坦白说 因为它等于是在坑杀股民 这个其实就是说 从这个证券交易市场 先去做一个整顿 先做整顿 整顿但是其实 现在因为感觉上 是有那么一点资金行情的味道 对 就是你有多的闲钱 对 你就不妨投入股市 好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是政策偏多 是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先把这个文化整理好嘛 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的民众的储蓄率 高于其他国家民众储蓄率 对 所以银行里面很多钱 钱多得很 钱多得很 只是因为没有人敢拿出来投资 没有 对不对 少数人有啦 对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当政府准备要做多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把银行的水位 把它挤一挤 然后让它的钱流出来 例如说你本来应该存在 央行的钱多一点 我想说你存在央行的钱 要少一点 那这个银行里面的头寸就多了嘛 它就可以拿出来周转了 对 然后有的就是可以放贷 是 有的可以房子放贷 或是各种放贷 它就比较多 当一点火的时候 对 那很快的大家就开始估计 我们的股市确实低估了 好 我觉得目前来讲政府点火了 然后大家很快的发现 我们的股票低估了 低估了 然后开始看到 都是赚钱的 例如说华为赚钱 是 五粮亿赚钱 比亚迪赚钱 赚钱的股票怎么会这么低呢 不合理 开始买进了 开始买进了以后 接着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 目前美国的大选期间 已经快到尾声了 很多华尔街已经看到 已经不 因为他们的这些候选人 政府也管不了他们了 我个人觉得 华尔街的资金 如果开始涌进来的时候 然后中东的这些资金 涌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一起点火 股票就上来了 没有理由不上来 好 但外资部分 外资圈 其实之前都是偏空 那也是没有积极的在做多 甚至是做空的 结果做空了那就是哭啊 那就是赔啊 那他现在当然希望把他 再叫换一点 以有利于他再进场 因为你必须把他喊的 第一点 这个让大家没信心 赶快抛掉 那他就去慎进 逢低买进 去承接 这个赖老师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好他们打了这个算盘 但是你觉得还是 现在目前大陆的股市 还是仍然还是就很像台湾的股市 这一样吗 因为台湾的股市 其实是外资 是主导 大陆不一样 因为大陆的 大陆的规模更大 外国能够起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 好 但是它却可以天柴火 对对对 它可以天柴火 增加这个动能 这个天柴火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要注意 那个资金的流动的效应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台股在跌 日股在跌 印度股市涨多了也在跌 所以当你看到的是 他们都在跌的时候 钱往哪里去了 有没有可能就流向大陆股市 而大陆的股 大陆的外汇比较容易差 因为它并不是自由外汇的 所以你这个钱有流进跟流出 那个统计数字很快就会出来 而且不要忘了还有港股 对 因为外资其实是 比较偏好港股的操作 因为它比较 它是自由进就有出 对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 从那边出来 但问题就在于 港股也会带动这个 那个深圳跟那个护航 护生都有影响 联动的 所以像沙特他们 就对港股就很有兴趣 而且他们也跟港股 已经建立起这个金融合作机制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钱会流进来 只是说我们要问的是在于 因为大陆的外汇 净跟粗 是你可以完全掌握的 这点就导致可以作为一个 参考的指标 好 所以其实 大家我不知道 我们线上的网友们手上 有没有入股 我还真想看一看 我还没有 你们有入股的话 麻烦留言一下 给我看看好不好 然后是不是真的要持股 应该是说要加码 因为现在呢 其实都是已经是在放假期间了嘛 至少要等到这个7号放假之后 才能够再看 有的人就说 你看你看 现在其实因为涨多了以后 期货那边会有变动 说是看跌 但是如果这个跌下来的话 是不是也不用太担心呢 考验着投资人的信心了 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 我们会留意一个部分 就是说 当初被套牢的人 当他被解套的时候 那会有第一波的解套草 就是说他觉得 一定的一定的 赶快先解套再说 我先把本钱拿回来 保本 那这个时候股票会往下走 可是如果他本身的力道是强的 往下走修正以后 那可能有人第一波没抢到钱的 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修正的时候 他就进去买 那当他进去买 例如说他可能把他的假设 我们这样做一个假设 假设你原来被套住了 那你一看保本了 你就把本钱拿回来 那这个时候就修正往下走 可是我原本是没有买股票 或是股票买不多 我没有被套牢 或是我被套牢一点点 但是我更多的钱 是放在银行里面 那么定存的 可是现在定存 想要一点多%利息 不到2%利息 那这个时候我一看说 往下修正了 我觉得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就把银行 我的定存就解除了 我就把我的钱搬进来买 搬进来买的时候呢 如果这股力道 比丢掉的力道大的话 他就又反弹了 那当他反弹 超过原本的高点的时候 大家突然间又发疯了 又失去理智了 又往前堆一堆了 然后原来解套的 就是保本的回来 你看说我最高了 又跑去买了 又被套牢了 又被套牢了 然后又往下拉了 所以股票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怎么永远被套牢了 我自己在旁边看 艾老师过去 在投资股市的经验里面 其实他就是会跟大家 敢于逆向操作 就是这个其实是要 控制自己的心理障碍 那我觉得很多人呢 是做不到的 就都知道那个道理 但是呢这个做不到 那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 这一点其实我不晓得 是不是能够每次都能够是 成为它的制胜的通责 但是呢以几率来讲的话 那确实是比较容易 在这个股票市场上赚得到钱 不过坦白讲 我们不是要叫大家去买股票 而是去分析一下这个趋势 然后从现在目前的外在环境 去推敲 以现在目前来讲 确实值得留意的 就是外资的动向 因为有很多的 比如像高盛 Goldman他们就有这个分析师 就讲说哇 我这个48小时之内 我接的电话是今年来最多 最多的 其实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很多人开始急了 然后想说 我现在如果是空手 或我现在没有上车 或像我想加码可以吗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 疑问 那就恐惧 然后像瑞银也认为说 其实现在的A股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拐点 所以你要不要进场 那当然是你决定 可是事实上 分析师们就各自有判断 那以现在目前市场资金来讲的话 我刚刚就讲 外资其实事实上 确实是值得留意的一个 观察动向的指标之外 还有就是刚刚 蓝老师也特别谈到 就是中东的资金 因为中东的资金 其实他们 你别忘了他们有那个 ETF的挂牌 那ETF的话 其实这也当做是 他们要投注更多的资金 在港股 比方说港股 还有像是入股的交易 这确实是值得观察 请教官今天再一次要推荐 这个中天的新产品 这次我们推出这个新产品呢 自己用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它是这个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这一次呢 我其实看到SPF50 就觉得非常的放心 那其实呢 在这个平常在棚内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 在室内可以使用之外 其实在户外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紫外线好像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呢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实用 那今天呢 其实也还要跟大家 再来补充介绍一下 它里面有榨棗植萃 这个成分呢 其实可以保湿 而且呢 它还有添加黄金海藻的成分 帮助肌肤 不但是抗光还能够抗老化 那再者呢 其实当然大家可能会 想说这个擦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不用担心 没有黏黏的那种黏膩感 不舒服的感觉 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粉粉的 这个擦上去的感觉 都没有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我们这款防晒露 那非常的好用 欢迎大家也利用中天快点购的平台 打上我的CTI798 CTI798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